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四4月29日 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美国对其在德特里克堡 和境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 保持沉默提出之一 美国国务院在4月15日 发布了一份 关于2021年遵守和旅行军备控制 不扩散和裁军协议和承诺的报告 其中声称 美国在报告期间的所有活动 都符合生物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 但万万兵说这没有依据 要求建立核查制度 只要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 建立核查机制 谁遵约谁违约 就会一目了然 一切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起 而美方恰恰是唯一反对 谈判公约核查议定书的国家 至于报告中对中国不遵守 暂停核试验和不扩散承诺的指责 万文斌认为这些指责完全没有根据 正是美国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方面 一直奉行美国优先 近年来肆意推出条约和组织 万文斌说 美国已经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条约 和开放天空条约 没有签署武器贸易条约 并单独阻挠谈判 一项包括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制度的议定书 美国也没有完成 对其储存的化学武器的销唯